乔晶晶看着妇女二人玩得很开心,她忍不住拍了一张两人的照片,发到了微博上,并配闻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她刚发出去没多久,她的微博又再次爆了。 晶晶,又在撒狗粮,晶晶又在炫耀自己的帅气老公。 晶晶,我劝你善良,刚刚分手的时候我竟然看到了你的狗粮。 晶晶,你好久不发微博,一上来就发这种狗粮,我劝你做个人吧。 晶晶看着粉丝的回复,忍不住笑了。 每次她发了这种关于家庭的东西,粉丝们都会说她撒狗粮,纷纷表示要脱粉。 可是当爆出他们离婚的假消息的时候,也是这些粉丝极力在维护着他们。 这里面有很多熟悉的ID,她觉得就凭这一点,自己也有必要撒点狗粮。 小乔,于途休息一会吧。 她倒好了水,呼唤于途和小乔过来休息。 妇女二人好像没有听到她的呼唤,仍然是在那里蹲着,她只好拿起水杯给他们送过去。 这个沙子真有那么好玩吗? 她非常怀疑。 但是当她走近的时候,她发现果然沙子是很好玩的,因为于途用沙子给于小乔堆了一个大型的飞行器。 如果她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搜神豪的样子。 两位大工程师休息一下吧。 乔晶晶说着把手中水杯递了过去。 妈妈,你怎么过来了呀? 余小乔有些懊悔地看着乔晶晶。 我和爸爸还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呢。 你看这就是我和爸爸一起设计的飞行器。 她将来可能是要去宇宙看一看的。 余小乔伸了小手给乔晶晶介绍他们的飞行器,一些专业名词一听就是于途教给她的。 小家伙也是聪明,学会了现学现卖。 这是爸爸教给你的。 乔晶晶问于小乔,虽然心底非常肯定,但是语气中却带着一丝丝的怀疑。 于小乔非常骄傲地说,妈妈,这当然是爸爸教给我的了。 你肯定不知道这些。 乔晶晶没想到自己竟然有一天会对自家女儿给鄙视了,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鄙视了。 谁说妈妈不知道这些了,当初没有你的时候你爸爸就给我讲过这些了。 你爸爸当年可是给我写了好多封信呢,都是给我解释这些的。 乔晶晶非常骄傲地回忆着过往。 于小乔看着乔晶晶这副样子,瞬间嘴巴一礼,做出要大哭一场的样子,伸出小手要于途抱抱。 于途看戏也看够了,抱起于小乔,轻声哄着,没关系的,小乔,爸爸之后会给你讲更多的知识,到时候你就比妈妈懂得多。 一旁的乔晶晶别了别嘴,万万没想到自己还是栽到了于小乔的手里。 现在就知道去于途那里寻求安慰,以后大概他们会因为于途争风吃醋吧。 果然当初给于途生了个小情人是不明智的,分走了于途的爱呢。 于小乔在于途的怀里对着乔晶晶眨啊眨眼睛,好像在说,爸爸是属于我的哦。 乔晶晶再次别了别嘴,就让他们父女俩得意去吧,他要躺着好好休息。 晶晶,要不要去游泳? 于途询问乔晶晶,面对着大海,如果不去游个泳,好像说不过去了。 我不去了,乔晶晶戴着墨镜,一脸舒服回答于途,躺着看大海,多么自在啊,你自己去吧,我看着小乔就可以了。 于途也没有抢求晶晶,他也是随口一问,因为他知道乔晶晶的答案必然是不去。 他走向更衣室,换了衣服。 乔晶晶继续在遮阳散下,享受着海风的舒适。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旁多了个小小的身影,乔晶晶一把把小家伙抱到了自己的怀里。 怎么了?我的小宝贝。 乔晶晶声音轻快地看着于小乔。 妈妈,你看,于小乔小胖手指着不远处的人。 那边有好几个阿姨在跟爸爸说话。 乔晶晶顺着小乔的手指看了过去, 果然是有几只花蝴蝶在围绕着于途。 乔晶晶眼睛一眯,看来某人招风引蝶的功力不减当年啊, 这才多长时间,就有些人迫不及待地扑了上来呢。 小乔,你猜爸爸会做什么呢? 乔晶晶看着不远处的于途。 我不知道,于小乔摇了摇头, 妈妈,爸爸不会被那些阿姨带走吧? 道理上讲,不会。 我们两个别动,我们看看爸爸会做什么哦。 乔晶晶一脸看戏的表情。 于途也是很无奈, 他以为自己应该不会引起注意。 没想到,刚游了两圈, 就有些人来跟自己搭讪了。 他第一反应是想要出示一下自己的婚戒, 但是一看自己的手指想起来刚才换衣服的时候, 把戒指摘了下来,怕戒指掉进大海里。 帅哥,一个人啊,游泳多没有意思啊, 不如和我们一起去打沙滩排球啊。 身穿黑色比基尼的女人对于途说, 不用了,谢谢。 于途非常冷漠地回答, 女人并不死心, 试图再次邀约于途。 然而,于途依旧是非常冷漠, 气得女人走了。 于途看了看不远处的乔晶晶, 好像某些人已经看到了这一切。 他深吸了一口气, 往乔晶晶的方向走过去。 戏好看吗? 于途问乔晶晶, 乔晶晶点了点头, 一旁的小乔也点了点头。 爸爸,你果然没有被漂亮阿姨给带走。 妈妈说对了呢。 于小乔一脸天真的看着 于途。 听了小乔的话, 于途也是非常无语的。 自己要是这么容易被人给带走, 那小乔早就没有爸爸了。 小傻瓜。 于途伸出手, 揉了揉于小乔的脑袋。 乔晶晶给了于途一条浴巾, 这有男人太不自觉了, 都上岸了, 还不披上浴巾, 是嫌自己压害不够招风引蝶吗? 于途接过乔晶晶帝过来的浴巾, 笑了笑, 某些人还是舍不得自己啊。 乔晶晶看着于途的一系列动作, 忍不住感叹, 于途, 人家都说中年发福又油腻, 你也是进入中年的人了, 为啥没有发福和油腻呢? 晶晶, 你想想我要是发福了还油腻, 你会不会嫌弃我呢? 于途并没有正面回答乔晶晶的问题, 而是反问她。 嗯, 会, 乔晶晶很认真地回答于途, 嗯, 那我以后继续努力, 争取不给你嫌弃我的机会。 乔晶晶受不了于途那个戏血的眼神, 所以她有些落荒而逃, 于途就这样, 看着乔晶晶在那里窘到不行。 乔晶晶面对着大海, 心底暗暗想着, 果然是年纪越来越大, 老夫老妻都不怕她被拐跑了, 于途竟然不过来哄哄她。 于途看着乔晶晶的背影, 叹了一口气, 明明刚才受伤的, 是她怎么最后生气的人, 是晶晶呢? 女人的心思果然是非常难懂呀, 她伸手揉了揉小乔的脑袋。 小乔, 爸爸好像惹妈妈生气了呢。 她轻声对于小乔说道, 于小乔歪着小脑袋, 看着于途说, 爸爸, 你真是一个笨蛋呀, 你问小乔, 小乔肯定是不知道呀。 不如你直接去哄哄妈妈吧, 小乔生气的时候, 小朋友哄哄我就好了。 于小乔给于途出了个主意, 于途眨眨眼睛, 自家老婆还是要自己去哄呀。 那爸爸去哄妈妈了? 于途带着一丝疑问的语气, 问小乔, 爸爸, 你去吧, 我在这里休息一下。 说完, 于小乔手脚并用地, 爬上了刚才乔晶晶躺着的躺椅上, 给自己盖好了刚才的一斤。 看着于小乔这副乖乖的样子, 于途放心了, 那爸爸就去哄妈妈了。 爸爸, 快去快去。 于小乔催促着于途, 乔晶晶玩着沙子, 心底却是在数数, 当他数到两千的时候, 头顶上多了一片阴影, 看来自己等的人来了, 他故意撅着嘴巴, 你怎么过来了? 乔晶晶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丝的疑问, 仿佛自己并不知道于途会过来。 我再不过来哄哄我老婆, 我觉得我可能今天晚上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呢。 于途靠近乔晶晶, 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于途的气息在乔晶晶的耳边, 让他觉得痒痒的, 你, 你离我远点。 乔晶晶轻推了一下于途, 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 让他感觉各种窘。 我不于途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丝无赖, 他牵起乔晶晶的手, 我得紧紧地拉着我老婆的手。 乔晶晶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丝嫌弃, 于途, 之前我还在想你没有中年人的特征, 头发茂盛, 身材保持得也不错, 但是没想到你的话暴露了你的油腻。 爱于途笑了笑, 果然哄老婆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呢。 那, 怎么办呀? 我如果不说出来我心底的话, 估计我老婆会更生气呢。 所以, 我宁愿被我老婆大人嫌弃油腻, 也不愿意让我老婆不开心。 你, 乔晶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于途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能够在无声无息之间让他说不出话来。 好了, 亲爱的老婆, 别生气了。 于途揉了揉乔晶晶的脑袋, 小乔说, 爸爸你只要哄哄妈妈, 妈妈就不生气了。 我哄哄你, 别生气了, 我保证努力做一个不让你有机会嫌弃我的人。 于途说完之后, 乔晶晶翻了个白眼, 那你以后要早点来哄我。 好, 我把小乔安顿好了, 就直接过来了。 于途跟乔晶晶解释了一下, 乔晶晶主动伸出了手, 牵起了于途的手, 两人往于小乔的方向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